我们再来准备一些老豆腐 把它切成厚一点的块 我们再来准备一些配菜 胡萝卜切成片 然后用模具给它凹个造型出来 这是一个小熊的造型 很好看 剩下这个边呢 切碎了拿来包饺子 我们来起锅热油 油稍微多一点 油温热了之后呢 把豆腐放下来煎到表面金黄 豆腐一定要一面煎到金黄 再给它翻面 它不会碎 加好了就先夹出来 用原来的油煎三个鸡蛋 用筷子把蛋黄抽破 鸡蛋再给它切成小块 再重新拿个砂锅热油 把蒜蓉放进来炒香 炒香了把豆腐跟鸡蛋放进来 加入适量开水 再来调一下味 加入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 煮开后调中火焖十分钟 现在把胡萝卜放进来 再焖三分钟 再来少许胡椒粉 还有垫门水勾一下芡 最后撒上葱花就可以开吃了 我们这锅好吃营养又便宜的 豆腐鸡蛋包 特别下饭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阿嬷 阿嬷 小琴胡萝卜好美味 好那你就多吃点吧 好 多吃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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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